正好星期天 主持 陳淑薇 羅輝 早晨 新冠狀病毒引致的肺炎 全球來說是大流行 香港來說過去一段時間有內地來的朋友 但我們因為有關口措施 現在內地看到情況比早前好很多 但這星期面對在國外 在外地回來的朋友 去了旅行回來 又看到染病毒確診了 大埔富亨邨 亨泰樓 先有三個人確診新冠病毒 其中兩個去完 外面旅行回來的兩夫婦是 但另一位沒有離開過香港 亦很少出街 在富亨邨裏面 32樓的兩夫婦有病毒確診了 診便裏面有 但34樓有位朋友也確診了 到底情況如何 我們都要請專家來解解話 香港應該如何面對這個疫情 剛才已經預告了 這個小時 我們又是港大微生物學系的 講座教授袁過勇 早安教授 早安教授 還有行政會議成員 林鄭財醫生 早安 早安 教授真的看到你把什麼停體 都非常辛苦 昨晚看到你去大埔富亨邨裏 做專家小組幫忙 看看研究一下 到底情況如何 當局決定設立了部分的住戶 你進去看完之後 因為有很多人擔心 會不會是2003年淘大的翻版 又會不會是長康邨教授的翻版 到底你們現在看完之後 你們覺得的情況是怎樣 大家都要有些耐性 因為我們昨天 用了不是很多時間 幾個小時的時間 去了解情況 所以我們都不可以很肯定 因為什麼原因 但是因為我們很清楚 就是那個34樓的住戶 它是沒有任何其他的流行病學的證據 顯示 它們會是由其他地方 譬如跟其他人接觸 或者外遊等等 去惹到這個病 也同時我們看過 他們家裡所有環境 他們那些地渠 那些去水位 那些腰圓管 那些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也沒有說 一些糞便渠 他們自己在34樓有改喪過 32樓就有 但是34樓真的沒有 所以我們都很肯定 就是不會是這個 淘大翻譯翻版 也都不是康美樓事件 因為自己去搞那些糞便渠 以至它漏出來引起那個問題 那反而就是 我們的專家一起看完之後 覺得呢 那麼巧為什麼會在頂樓 還有病發開始是32樓 不是34樓 那就是說那些病毒 為什麼可以從下面走回到上面 那大家要記得 32樓是34樓 他們用那個電梯 下電梯 上電梯都不同的 那所以我們不可以解釋 為什麼在34樓這個病人 因為他根本很少出街 他也都本身有長期病患 那沒理由會惹到 那所以我們仍然懷疑 為什麼剛剛在同一個座向 就是13號 就是13座 13單位那裡 同時會有兩個病人 兩組的病人出現 那所以我們看完之後就覺得呢 因為我們看到 去到屋頂那裡看 他那個排氣管呢 是一路由下面上到上面 就是由32樓一路上到34樓 而上到上面那裡 他那個管呢 比起平時我們理解的長度 是短了些的 那麼我們於是 專家我們計過呢 就是有一個所謂的擾流效應 就是擾是擾亂的 擾流是氣流的流 就是那個氣流呢 吹過屋頂的時候 尤其風速不是很高的時候呢 他反過來把那些 從那個排氣口出來 那些病毒 或者是一些微粒 是捲回去 落回去34樓那些窗口那裡 而那裡的天井窗口呢 就是剛剛對著的廁所 和廚房都有這個窗口的 那麼我們估計呢 這個就是那個傳播途徑 但我再要說一次就是 這個只是我們暫時的推測 所以我們昨晚拿那些色紙 在環影的樣本呢 都要練一段時間才要清楚的 但是這個肯定是一個可能性 我們是要繼續追蹤下去的 因為由於這個情況 所以昨晚也都留夜 是撤離了 就是有29樓至34樓 這個富亨邨 亨泰樓裡面 13號室和14號室的居民 就去這個檢疫中心的 那麼這個措施夠沒有呢 我們相信應該是夠的 因為專家計算那條數 就其實那個擾流效應 應該影響的層數 應該不多的 最多都是兩三層 不過我們穩陣起見 去到六層 就是有一個安全係數在裡面 加上因為我們都要明白到 就是在一個糞便渠裡面的 冠狀病毒 它是會生存一段時間的 我們知道它剛剛入院 就是在32樓入院 都說的是3月7號 於是距離現在的時間 都… Sorry 它是3月7號開始病發 3月10號入院 距離的時間都不是很久 於是如果你不撤離 上面那群居民 可能對他們 仍然有一個潛在威脅在裡 所以加上我們覺得 因為13號… 即是13單位 即是14單位 都是有共同的天井 變成14那邊 都是有那個危險在裡 所以都需要去撤離 現在會不會有些批評 或者建議說 即是逢身有病人 即是確診病人 是逗留過的地方 都找人去驗一驗的大廈 或者居所有沒有一些問題 可能會造成一個感染的 這個是否可行呢 因為你要明白 那個工作量會很大 也都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我們現在用的方法 就是先看到有兩個病人 在同一個座數出現 我們然後才會這樣做 如果你個個都這樣做 我們搞不定 那些專家不用睡了 你天天都有3、4個人確診 那我們怎麼搞呢 所以我相信就是這個這樣的發生 逼確是不尋常 不是經常會發生的 那但是我相信房屋處那邊 或者是這個建築處那邊 他都開始看 因為這些我們現在見 無論是康美樓 或者今次這個 富康村 富康泰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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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30年前建下來的 那會不會真的 因為我們香港人口 真是太囂密了 那屋太小了 那些天井位 互相之間的距離 都很小的 那加起來 幾個因素 加起來的時候 有個不幸 那這些事情就會發生的了 那我相信 建築處和房屋處都會 看看這個情況 但是康泰樓第一件事 就是他們的建築 看過了 是完全合乎 建築條例 是全部沒有犯法的 這個問題 你看到康美樓 就是長康泰樓那邊 出事之後 其實房屋處已經是 路路逐逐 他們自己管理那些屋邨 他都進去看的 所以昨晚也都說到 這個房屋邨 亨太樓裡面 就是如果是屬於房屋處管理 那些單位 其實已經看了 就說沒有什麼事 但是因為這個康泰樓 就是比較混合 就是除了房屋處要管理的單位 另外有些因為當年 就是說 你住在那裡 你可以自己買回自己的單位 有些人已經買出去 就變成是 業主要自己再看 歐月處就是運會再看 問題就是 我們真的居住環境很困窄 其實教授會不會覺得 所有人 你的家應該是怎樣 不要再改裝所有喉管 這個真是重要 如果改裝過 自己要找人去看適合他 應該是這樣 因為 我去完 兩個地方 康尾樓頭 今次這個亨太樓 我的感覺就是原來 那些已經自己買了那些 它是維修得好很多 裡面的環境 我覺得各方面都好很多 但是那個不好處就是 尤其是它是自己買回來 它就可以很隨便改那些球管 而沒有經過政府的建築署 各方面的建築署 各方面的房屋 他們去批准 那這個就是個不好處 但是我覺得真的 它是自己擁有的 它真的是維修得好很多 裡面的環境都好很多 大家都要明白 這件事情是需要每一個市民都要知道 其實你維持自己的環境 家裡的環境 無論那個是屬於政府 或是屬於你自己的 其實都很重要 對於你自己將來 當有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就會明白到 你維修得不好 或者是隨便的改裝 是有個代價要付出的 可以 想問林醫生 針對這些情況 作為行會成員 會不會都是在裡面討論一下 或者要求政府 真的要大力宣傳 好像剛才教授所說 你自己要維修得好 但是不要隨意去改裝 而一些不合格的人士跟你改裝 你自己喜歡怎麼改就怎麼改 結果可能會出事 是的 其實這個 我們這次正正看到 環境衛生是很重要的 最近這幾年 我們都聽到很多市民的聲音 就是說其實環境衛生 為什麼社會不斷進步 好像環境衛生都沒有什麼進步 是啊 我們經常在街上看到很多路線 是啊 所以我覺得這一方面 我們整個香港都要痛定思痛 不要像常常郭勇說 我們不進步 我們都要進步的 我們每一次經過一個疫情之後 我們都會真的與時並進 想一下有什麼辦法 有什麼痛點 我們是真的要想辦法去解決的 不過很多時候這些 其實是要整個社會有共識的 舉個例子 這次涼彈 如果這次證實了這個原因的話 都是自己的住戶自己改裝 又或者那個大廈本身 他有一些地方是做都沒有那麼好的 我覺得這一方面 其實真的要全港市民和政府 當然政府的角色都很重要 做牽頭的角色 監管的角色 但是我覺得 其實全港市民要一起想 講回現在就是那個疫症 世衛宣佈了全球大流行之後 就見到其他國家緊張了很多 一方面當然他們確診的順目是急增的 也都是再不下去 一發不可收拾 但是在香港來講 到現在都還是守得算可以 但是現在面對外面那個形勢 好像越來越嚴峻的話 教授都是說不是很樂觀的 那疫情可能會持續下去 那政府方面有什麼想法呢 其實現在正正進入一個樽強位 我們一開手的時候 主要是湖北省的輸入個案 其後就是香港自己本地的感染多 接兩輪的輸入個案 第一輪就是鑽石公主號 接著就是今次這一輪的輸入個案 就是在其他外國的地方 那個趨勢都很明顯的 特別近這幾天 就是大部分的個案不是直接都是間接 因為在外國輸入的個案 所以我們都在這方面 在關口控制方面 我覺得接下來我們都要看得很密 其實現在整個政府差不多每天都看著 看著幾個數據 因為個案的數據 它上升的速度 還有還要留意那個國家 它自己的防控能力 因為有些國家明顯就好像放軟手腳 那些我們真的要看著 也要看兩地的往來多不多 因為我們都看到有些國家如果 因為純從它那個感染的密度來講 是十分高的 不過因為人口的往來又不是很多 那就任由它 所以都要全盤看的 再加上還要看它那個測試的能力 因為有些國家它的數字低 不代表它在本土裡面感染不高 因為基本上你不驗它 你永遠都不會知道它就是這個新型病毒 香港都叫做驗得比較多 韓國就驗得十分之好 所以你越驗得多 你的個案就多了 但是有些國家好像美國、英國這些 我們明顯看到它是測試 當地的市民是測試得很少很少 有些甚至這麼大的國家 現在測試的數目還比香港少 就是每天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都要緊密留意著 其實想請教教授 就是現在針對全球這個疫情大流行 香港也是在午夜的時間 以至到星期二 對於在歐洲來的26個國家 以至到南韓、日本波動等等 很多地區來的人 都是要強制家居隔離 或者如果他們沒有家 就可能要去這個檢疫中心 你覺得收不收到效呢? 用處可不可以達到我們 本來就是圍堵、以致拖延的目的呢? 我相信應該是可以的 但是我們現在必確 面對的問題是越來越大 而因為我們的隔離設施不足 變成很多都是被迫要家居隔離 我們要接受一件事就是家居隔離 一定有些人是不遵守 你又不是那麼容易檢查得到它 現在我們面對幾個問題? 一個就是外面的疫情壓力很大 因為每個國家 現在你美國、英國、歐洲 全部這些很大 和香港有緊密來往的國家 那個疫情都嚴重 第二件事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市民開始 對那個疫情 就是那個防控措施 個人衛生的那些 開始鬆懈 你見到街上多了很多人 食肆都拖了很多人 也開始有些人是不戴口罩 或者脫掉口罩來聊天 食事、吃飯 你一定要脫掉口罩 所以加上兩件事 香港現在跟著的疫情 可能會有些反覆都未定 但是我們也要接受一件事 就是市民已經做了兩個月 逢是做這些感用制措施 是會我們有所謂的 就是開始累了 防範越來越會低 我們要接受有這件事發生 所以其中一件事我們跟政府說了很多次 就是我們必須要把那個測試 那個範圍和數量大大增加 那現在我覺得都不夠 我覺得在這方面 尤其是新加坡和韓國 是做得好過香港 他們在所有區分 他們在新加坡 他們有九百個不同的地方 都會收集樣本 基本上 新加坡人他們有發燒 有感冒的象徵 就會有測試做了 跟著做很多的追蹤隔離 而是他們可以做到一個情況 就是他們不是很新的 學校開頭起碼 又不戴口罩 他們都可以收得住 加上那些熱的香港很多 那幾個因素 令到星野波可以這樣做 但是我們香港 我們測試的數量肯定是遠遠不足 如果我們能夠在現在市民開始鬆懈了 我們做多很多測試 於是很早找到那些隱形的傳播鏈 在社區裏面 於是香港仍然可以收得下去 直到夏天來臨 到那時候玩法可能會有些不同 因為現在就開始說 施加醫生 如果你有事 可以要求那個去看病的病人 就是你留下一些藥本 就可以去做測試 但是也都是要拿到 有一些發炎所長 發炎所長 拿回去給政府 即是如果能夠多一些這些 收集藥本的地點 是否會比較理想呢 以及施加醫生 就要很願意去幫忙做這件事 我相信有幾個很大的困難 即一來譬如 大家都知道 如果他的病人是確診了 他們的病人去過你的診所那裡 可能會影響診所 幾天的時間 又要清潔各方面 於是 這個也是一個因素 是令到 有些施加醫生不願意 第二就是 你拿的樣本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拿無論是鼻息指 還是喉嚨息指 我們要放它 入一瓶所謂的病毒的 virus transport medium 就是去保護它 讓病毒不會死掉 否則你隔了一天 送到發炎室去驗 驗了沒有東西 其實就不是的 加上我們要 那個病人適合作點 在喉嚨那裡 吸一口 就是 胸口的脫抑 出來那些 你都要教它 不可以說 你吐一口水出來 就這樣吐一口水 是驗不到的 我們說的是 心喉脫抑 很多時候 就是它不舒服 我們給它一個瓶 給它 那個瓶裡面 都是有 保持病毒的化合物 在裡面 它回到家 睡醒覺 大家知道 它睡覺之後 那些分泌物 會在喉嚨那裡 還有在鼻子後面 當它喉嚨那口水出來的時候 放下去 就應該會確診到 如果是真的 所以這些事 其實不是很簡單 可以做得到的 都是要醫生 好耐心解釋 病人聽 它有適當標本 那個盒子 給它拿回去 那個瓶去化炎 等等 病人是願意 看完醫生 又要拿那個瓶回來 去那個 化驗所那裡 所以幾件事 加起來 這些物流 那些 那些 是要解決了 然後我們才可以做到 這麼大量的測試 但這個我覺得 對香港來講 是很重要的 跟著 劉醫生政府有沒有決心 去做 這個測試 政府絕對有決心 就好像剛才 葛總說 現在我們每天大概 是測試一千個 就包括了 醫管局 和衛生防護中心 自己的化驗所 去做一千個測試 其實如果說人口來講 其實比例都不少 美國開手的時候 每天都遠遠 整個國家這麼大 都沒有做到這個測試 不過好像葛勇說得對 來到這個階段 市民都要明白 其實圍堵有兩個概念 一個概念 你在源頭阻折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哪些國家來又要怎樣 那些就是源頭阻折 但是另一個圍堵的概念 就是 就算他來到香港 他落地三根 但是我立刻找到他出來 盡快找他出來 跟著一找到之後 就隔離他 甚至乎將他那些 緊密接觸者 檢疫他們 其實這個也是 守龍門的阻折 這個圍堵的政策很重要 現在我們這麼多 外國的輸入個案 正正這一方面 我們絕對有空間 可以再做好些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 我們都大概粗略估計過 整個政府 我們大概是有 現在是可以做到二千個的 每天 所以我們都還有一千個的檢測 是可以再加上去做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 都鼓勵特別一些私家醫生 是可以積極參與這個計劃 正好星期天